十六床我们打针了 你说一遍 来 十六床我们打针了 十六床打针了 夸张一点的说 再说一遍 来 十六床我们打针了 你用东北话说一下 十六床打针了 十六床打针了 我应该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万一是呢 他喜欢冰哥哥 他在节目当中说过 非常喜欢冰哥哥 他喜欢好多款 然后我觉得我会慢慢的去 学会爱然后感谢大家 精彩即将播出 欢迎进入 由拼多多独家冠名的 《非诚勿扰》 拼多多十月十日 三周年庆 拼着买 够便宜 欢迎收看 江四卫视《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有请主持人 孟非 欢迎收看 江四卫视《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你们 欢迎江振宇老师 黄岚老师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拼多多独家冠名播出的 《非诚勿扰》 拼多多十月十日周年庆 全场底价三折起 拼着买 更便宜 《非诚勿扰》 有港容蒸蛋糕 特约播出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本节目有狼牌特区 特约播出 狼牌特区 来自四川农乡 郑宗和狼牌特区 为真爱干杯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 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 都将获得由 港容蒸蛋糕提供的 浪漫海岛之旅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我本场观察区 女嘉宾将获得由 广玉远订坤丹 提供的礼合一份 传承300年 调经 书语 郝容颜 广玉远订坤丹 开始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你好 欢迎你 方言好 来 我们开始 狼牌特区来自四川 龙山正宗牌的 是男嘉宾选择 谢谢 跟前面那个是双包开 哦 没看出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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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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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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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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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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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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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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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顺位进入观察区 对 后面有个消息还是不错 哪一个 第二个 感谢传承300年调情书归好容颜的 为观察区的女嘉宾 提供的暖性礼品 23号 你好 男嘉宾 自从我录制这个节目以来 一直都是被顺位到观察区 所以想问一下 如果说再给男嘉宾 一次选择的机会 你会选我到心动区吗 心动 心动 谢谢 比心 我可以负责地跟你说 他刚才这句话不是敷衍 你们顺位出来的几个 他嘴里边在说 这个好 我哪一个 你们顺位说三个 你是第二个 他说第二个这个好 所以我才第一个点到你 要自信一些 你其实长得很漂亮 不行 不行 那其他两个人 你看我被得拦着 拦不住是吧 22号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我从来没进过行动区 顺位都没顺过 没有 没顺进去过 我其实觉得您很漂亮 尤其是您特别像我高中的班主任 不 他很年轻 他非常年轻 但是他带我们的时候 就是一个姐姐的形象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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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我就喜欢你这种会聊天的 好 看第一条片子 我叫魏彭帆 我是一个靠说话赚钱的人 现在是一家 依靠培训公司的合伙人 同时我还是陕西广播电视台 地方栏目的主持人 长得非常喜庆 与那种非常嗨的人 看到我笑容的人 都会被我笑容感染 我很喜欢说话 我希望在这个城市当中 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和朋友一起和喝下午茶聊聊天 后来我觉得和朋友久了之后 单喝下午茶聊八卦也太无聊了 后面这个聚会就越做越大 能力最多的时候 六七十个朋友一起来参加 我很不喜欢聚会咱们在一块 你在我对面一直玩手机 相识不易 相聚更难 如果有派对咱就好好玩呗 哪怕面前这个人 你真的不喜欢 很讨厌 那你要放下手机来好好感受一下 你多么不喜欢他们 我还挺喜欢朋友一块自拍 我会把我的每个朋友都拍个遍 而且会在朋友圈当中 秀自己的朋友 但是我只会批自己 除非就是被他们当场抓住了 我才会给他们批一下 朋友圈当中留言的朋友都会说 大朋友好帅啊 这个局当中是你最帅 这个是我非常开心 其实我也能从朋友圈 大家的点赞当中 看到朋友之间的关系 一个赞都不点的人 我觉得他不是不看朋友圈 而是真的比较高乐 如果有一条朋友圈发出之后 没有人点赞 我会真的没有安全感 可能过不了十分钟 我就会删掉吧 朋友圈有没有点赞 我以前不认为这事件什么事 后来啊 我跟他们接触时间长了 我才发现 对于很多现在女孩来说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 没想到 对你这样的也是很重要的事 我比较爱交朋友 所以跟朋友平时的互动 除了说生活当中的 见面和接触之外 点赞也能看到一些门道 你的微信里边加了多少人 A 还挺多的 大约是 3000左右 在我看来 那就不叫还蛮多的 叫非常多 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现在我想再做一个调查 微信不到300人的 举手我看 到1000的举手我看 有没有2000以上的 有超过男嘉宾3000的没有 我的天哪 这都是你们有很多 共同语言的 有没有跟他一样 跟朋友一块照相 照完了P图 只批自己的有没有 你看 大家还是有个基本人品的 我这个事情我想解释一下 因为如果我只修自己发出去 他也不会很生气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错的朋友 所以我就总这么干 我建议你今天录像完了之后 检测一下你的微信里边 有多少人把你已经删掉了 朱子齐 男嘉宾从你合照指批自己 然后包括说 你很在意大家给你的点赞数 你是不是一个很喜欢 得到别人认同感的一个人 我说实话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我比较的自卑 所以我更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 当然如果你是我女朋友的话 我会连你一起批的 你放心 我们一般就是 大家聚会完了以后 大家一起拉个群 然后大家挨个传那张照片 开始批图 咱们假如说五个人坐一起 拍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用我的手机盘 那我赶紧一休先发 然后就能早一点得到赞 那你希望就是你的未来的女朋友 也就是时时刻刻给你这种认同感吗 就是天天赞美 你觉得你这件事做得特别好 我觉得相互两个人的鼓励是必须的 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调味技 但我觉得还是分事 比如说有的事做错了 你就需要第一时间来告诉我 好 谢谢 21号 男嘉宾 就是我可能比你还要严重 就是我发出去朋友圈 如果是三分钟之内没有人点赞 我就会删掉 我觉得咱们俩还有想象之处 我也会像你一样 假如说在一个发朋友圈很旺的时段 比如说晚上八点之后 因为大家都吃完饭了 在看电视 这个时候会经常地翻翻朋友圈 或者早上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发出去 如果没有人点赞 结果大家跟朋友圈的速度还很快 我就觉得可能我这一条是 就是废圈 就可能是没有用 我就会把它删掉 那比方说今天发了一个朋友圈 好多人点赞 然后就很开心 对吗 我会开心 老师 那明天呢 然后又想要很多点赞吗 没有 这个好像不是说 要一次比一次更多的 这个求胜的心理 可能还不是这样的 就是假设第一天点赞 有100个 第二天点赞成20个了 没关系 我还在昨天那条朋友圈的 余温当中开心着呢 你如果曾经有一条 有一千个点赞的话 你会不会在余生当中 都活在这条朋友圈里边 来 选第一个中线确定是 那个22号有调亮灯了 对对对 就刚才这个 去 expertise 初语 确定吗 没事儿 去确定吗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购物APP上 为中学女生挑选礼物 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细节 比如我把那个递给她 让她选 手默默地伸到了23号 在这个数字上 就在要摁下去的一瞬间 自己自言自语地说 不行 又伸到了另外一个号码上面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看大屏到底是谁 1号 有请男嘉宾 这位男嘉宾是珍爱网向我们推荐的 大家好 我叫卫红蛙 来自陕西西安 今年24岁 谢谢 你得给23号一个说法 你为什么都要摁下去的时候不行 因为刚才跟1号有过沟通 然后其他问题都没有聊过 所以就最后选了1号 是 那你很美的 好吧 我先暂且原谅你 谢谢 9号 男嘉宾一出来有一种婚礼思宜的感觉 好烦啊 然后刚才您在那个VCR当中说 关于朋友圈的一些事儿嘛 然后你会分组吗 就是朋友圈会可见谁可不见谁 我现在应该不会分组 但是我会设私密 比如这条发出去的时候 只是想要保留做自己的纪念 没有想给大家看我会设私密 哦 明白 明白 你每天都有多长时间 生活在你的朋友圈里边 我是挺喜欢微信 还有新鲜的事物 喜欢看 所以你发朋友圈基本上 就是想跟外界有一些沟通 是吧 对 比如说有的时候会传局 这个时候我就会选择 那我在家就好了 我发个朋友圈 那么谁跟我点赞 谁跟我互动 证明他闲着 咱们两个可以聊一下 等一下要不要出来喝一点 包括朋友圈的讯息有不同 一种是生活类的 一种就是综艺类的 比如说《非诚勿扰》 我们不是综艺类 我们是生活服务类 对不起啊 10号 男嘉宾 您好 我跟您完全相反 我发朋友圈 我害怕别人给我点赞 因为我发现我上了节目之后 然后很多人就开始评论了 然后对我说 我这个不好 然后我那个不好 我不知道就是男嘉宾 会不会有时候 受到这些外界的评价 我不知道你朋友圈里面 发了你自己的什么 会导致别人对你这样的评价 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我会予以修改 如果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我觉得我这样做 很符合我的三观 那就没有问题 也许他嫉妒 他才这么说 那没关系啊 来 14号 男嘉宾 刚才看VCR 看您就是说照片的话 经常批图是这样吗 对 您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说您发朋友圈的时候 把自己递成这样 然后见网友的时候 是那个样子 没有 我要解释一下 我其实调的是色调 比如说我们在哪一个风景当中 这个风景的颜色 因为天气的昏暗 导致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我就会批一下 那批人的时候 我觉得 很批人 腿皮长 腰皮细 然后磨皮 磨得跟塑料一样 一点细节都没有 不过你的脸本来就像塑料 他皮肤很好 以后夸人的方式太别致了 把男嘉宾吓着 22号 比如说你的女朋友 会特别介意 你频繁地跟别人聚会 或者是组织聚会 这种情况你怎么处理呢 我都会带着他 那肯定要带着他 让他知道我聚会的人都是谁 他如果不是很喜欢 频繁聚会呢 目前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或者说另外一种情况 在聚会中 你和你女朋友发生了矛盾 这种情况你怎么处理呢 我会第一时间想 就是这个事问题出在哪 那如果是他的想法 那我会想另一种方法去哄他 如果是我的想法 那我先生气等一会的话 我稍微舒服一点了 我就给他讲 我怎么去想的这个事 把矛盾解开就好了 其实沟通真的是两个人 能够相处最重要的东西 我是这样想 第一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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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购物APP上 为中学女生挑选礼物 他选的第二个女生是谁呢 看大屏幕 郑晓 我觉得在郑晓 在这个节目上的前面 小半年 我估计80%以上的时间 是在蓝区 在红区的20%的时间 有15%是顺位过来的 但是最近这几次 连续性的男生注意到 他开始绽放出某种光芒 而且他都不用说话 人家就喜欢选他 对 我觉得很多女生在这个台上 本来默默无闻的 到她们要走的时候 就有这种回光返照的光彩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好 我想解释一下 因为我有看前面的节目 我觉得它挺好的 虽然我应该不是 他喜欢的类型 万一是呢 他喜欢冰哥哥 他在节目当中说过 非常喜欢冰哥哥 他喜欢好多款 冰哥哥是其中的一款 万一喜欢你这种呢 我觉得人挺好的 一个学波音主持线 也从事的是同样的工作 而这个女孩挺好 而且长得很漂亮 来看下一条 关于爱情 我其实曾经有很多的苦恼和无助 大学里面交过一个女朋友 她属于那种 随时生活当中都要有包袱 都要有笑点的人 活得我觉得比较吸睛 在她的角度看来 我就比较无聊 后来她主动提了分手 我曾经还交往过一个隐身 她对别人的脾气可能很差 但是对我的脾气 非常非常的好 几乎可以说是百依百顺 任何事情都是以我为主 但是后来发现 活得越来越没有自我 我是找一个爱人 但是不是找一个仆人 我觉得最好的爱情 一定是两个人 能够在彼此的爱情当中做自己 你不能因为你爱人的兴趣爱好 就放弃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我觉得女生一定要温柔 我交往过一个女生 她脾气真的非常非常大 比我还大 她有很多时候让我很没面子 有一次陪她逛街 她因为比较不舒服 她一路上因为一点小事 就忽然大吼大嚼 其实这种沟通方式非常的不好 她其实可以直接告诉我 她真的很不舒服 很痛 而不是这种不知所谓的大吼 11号 男嘉宾 您好 我看VCR里面您说 您喜欢温柔的女生 可以具体一点吗 比如说她又很会做家务吗 或者是脾气要很好呀 或者是外形什么的 就你说的这些如果都有 那不太好了 对就这样 就是普通大家理解的温柔 我觉得她也可以穿着二只拖鞋 跟我一起下楼 咱们两个一起喝一瓶啤酒 撸一把好串 这也当然可以 但是如果说咱俩都不知道 谁对谁错 但是吵起来了 这个时候我还没现炸 她现炸了 摔出走人又特别崩溃 就得哄 哄的话又等很久 又没有办法 女生该哄 但是我觉得得有一个度 我觉得这个就是温柔的 一个前提 好 谢谢 2号 男嘉宾 您好 我看你跟在场的女嘉宾 都非常会聊天 然后我觉得你沟通的 就是特别好 那你在生活中是不是就是一个 就比如说别人找你 什么帮什么忙 你不太会拒绝 你怎么处理这种问题呢 我确实是 别人如果说有忙的话 我力所能及我一定帮 因为是找我的人 肯定也把我当做能够帮助他的人 所以才会问我这件事情 我其实生活当中也很一般说话 我今天太紧张了 我真没看出来 今天说话老哥非常好 我觉得他 他紧张的表现就是 一直叨叨叨停不下来 正想 就是说像我这种双子座非常善变 有时候想要小鸟一人 有时候又是那种大女人 那这种情况下你会介意吗 还是说会想要更多的来顺应我 你是双子座 我是双子座 你为啥流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第一段那个就是双子座走的 所以我后来就再也没有接触过双子座女孩 我愿意尝试 好 谢谢 灯都灭完了 我们来看大屏幕 两个女生有没有给你留灯呢 恭喜你 恭喜那女嘉宾获得了 由港容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 所以港容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就是在这边快要七八个月的时间 然后我觉得我从一个 就是完全对于爱的观念 可能不是特别成熟的一个人 然后不断地成长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孟非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启迪 完了那个黄老师还有江老师 与我有很多的支持和鼓励 然后我觉得我会慢慢地去学会爱 然后感谢大家 再见 我们会想你的 我之所以把她选到中选区 我觉得她挺可爱的这个女孩 然后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她的菜 然后就沉下来了 我就是感觉她身上有一种 比较阳光的气质 然后我也是一个很乐观和乐观的人 对 我就可以再了解一下 就是这样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你看把她乐的 她跑下去 唯一我能想到的形容词 是叫P点P点的 好 你拉着手就说什么说什么 赶紧走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拼多多独家冠名播出的 《非诚勿扰》 拼多多10月10日周年庆 全场底价三折起 拼着买 更便宜 《非诚勿扰》 有港容蒸蛋糕特约播出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本节目由狼牌特区特约播出 狼牌特区来自四川农乡正宗 和狼牌特区为真爱干杯 想要真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真爱网 百合网 世纪佳缘网或者现场报名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